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文良港的 郑欢真阿公多才多艺 不只会拉二胡 工匠活以狠在行 欢真阿公乐于跟邻里分享自制的小板凳 后来得知吉隆坡慈濟国际学校需要建校经费 也用板凳来义卖响应 人最重要是教育 你没有教育 哪里要教育养父母 哪里会尊师重大 有教育的人他们会输 我都没有读到书 十二岁我就出来做工的都没有受教育 欢真阿公透过自己的手艺为教育献利 晚年生活依然精彩 发挥生命良能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高耀文 马来西亚报